小朋友们,今天啊,肉侯妈妈和你一起来学习李白的另一首诗歌,叫《秋朴歌》。 我们先来听一听内容好不好? 秋朴歌,李白 白发三千丈,圆绸四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首先啊,肉侯妈妈来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诗歌的题目 秋朴歌的秋朴啊,其实是一个地名 它在安徽省 具体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咱们就不了解了 你只要知道是李白在秋朴这个地方所写的诗 他一共写了很多首呢 我想想是十几首呢 大概是十七首的样子 这一首诗呢,是其中的一首 这十七首诗全叫秋朴歌 这一首诗我们看看李白写的什么呀 白发三千丈 哦,李白说,我头上的白发有多长了 是不是三千丈啊 哦,这就表现了李白一贯的夸张浪漫的手法 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他的诗特别喜欢用夸张 而且呢,非常豪放,飘逸不群,想象丰富,流转自然等等 这地方就表现了他很夸张 我的头发呢,白发呢,很长很长 他有三千丈 一下子,豪放的气势就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白发呢 圆绸四个长 圆是因为 因为,因为我的愁就这样长啊 我心中的愁绪也有三千丈长啊 就是因为呢,我非常发愁 我有很多的愁绪 作者想说这个意思的 而且,我对着镜子来照 写出了下面两句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对着明亮的镜子 发现头发白得好像是 什么呀 哦,像秋天下了一层霜一样在头上 把花白的头发比作秋霜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你看,这首诗啊 整个的就给我们采用了一种浪漫 夸张的手法 来抒发诗人的一种愁绪 他到底愁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心情不好 嗯,他有些忧愁 嗯,有些苦衷 或者说有些忧伤 有些憔悴 所以才 哦,病染秋霜 因愁而生白发 好,我们再来体会一下这首诗 秋朴歌 唐李白 白发三千丈 圆筹四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